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谈到香菜这种食物时 想必大家对它都是特别熟悉的 香菜具有一股特殊的气味 可以对人们的身体起到消食、下气、发汗、泡疹等作用 同时还可以促进胃肠蠕动 能起到开胃、醒皮的作用 香菜特殊的香气还能够刺激汗腺的分泌 能够促进身体发汗、透疹 并且还有相关的研究表明 经常吃香菜的人患有三高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不容易生成血栓 从而能够保证血管通畅无助 香菜搭配它这样吃 血管不堵、不生病、三高也不浸身 不受血栓的困扰 我们首先来准备一小把的香菜 先把它清洗干净 香菜的营养特别丰富 所含的维生素C要比常见的蔬菜高出好几倍 它里面含有的胡萝卜树要比一些常吃的蔬菜高出十倍之多 香菜的性温 对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香菜 可以上胃寒 帮助消化 同时香菜含有的维生素可以降低党固醇 稀释血液 改善血液品质 可以达到降血压和降血脂的功效 研究发现常吃香菜还能够降血糖 香菜煮水或煮汤煮粥 它可以充分的发挥出香菜的功效 散发出的味道 也能够让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容易接受 还能够起到排毒养颜的作用 肝脏可以说是人体最容易受损的器官 不管是吃进去的 人体毒素还是人体自身产生的毒素 都需要肝脏来解毒 但是如果身体毒素过多 肝脏就会有毒素残留 在人体表现为肌肤暗沉 长痘 长射斑 香菜就可以健脾 润肠 养肝 护肝 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毒素 达到排毒养颜的效果 香菜中含有豆固醇和义固醇 是香菜最主要的两种植物固醇 它是化学结构上 长得和党固醇非常像的 因此它可以在小肠中与食物中的党固醇竞针作用 进而达到调控血脂的作用 所以它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经常去食用的 能够保健身体去除疾病 香菜清洗干净 我们把它切成小段 然后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的南瓜 南瓜营养价值非常高 也是我们生活中产见的一种食材 老骚皆宜 颜色金黄 口感软糯香甜 经常吃南瓜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它可以健脾 护肝 预防胃炎 叶蛮症 使皮肤变得细嫩 南瓜中含有大量的β胡萝卜素 在人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 维生素A有很强的抗氧化剂作用 可以清除自由基 预防多种癌症 对于扇皮组织生长 分化 维持正常视觉 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 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鲜 鲜为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物质 还可以促进造血 南瓜含有多种矿物质 有预防骨质疏松和高血压的作用 还含有维生素和果胶 能够连结和清除体内的细菌毒素 和有害物质 从而可以起到解毒作用 多吃南瓜 能让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处于平衡的状态 能够维持身体中正常的血压 以及血糖 对于一些肥胖患者来说 多吃南瓜能够更好地进行减肥 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补充身体当中的营养 很多人的胃部健康十分差 这个时候不妨可以多吃南瓜 来保护胃肠连膜的健康 同时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胆汁 进行分泌 避免肠道连膜受到一些粗粮的刺激 多吃南瓜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有效地对食物进行消化 南瓜不需要太多 去皮后把它切成厚片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燕麦片 燕麦它是古物中的一种营养食品 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 研究表明燕麦和燕麦片 有许多的健康益处 包括减轻体重 降低血糖水平 和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虽然它的口感不是很受欢迎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是真的非常高 燕麦的营养成分很均衡 它的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 燕麦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和有益的植物化学物 称为多酚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组 独特的抗氧化剂 称为燕麦生物碱 几乎全部都存在于燕麦当中 燕麦生物碱可以通过增加 抑氧化碳的产生 来帮助降低血压 而这种气体分子 有助于扩张血管 改善血流 此外燕麦的生物碱 具有抗氧和止氧的作用 在燕麦当中也发现 大量的阿葵酸 也是另一种抗氧化剂 燕麦中的蒲聚糖纤维 能够有效地降低 总胆固存和低密度 脂蛋白固存水平 接着再来准备 15克的莲子 去腥 因为莲心是特别苦的 如果不去 会影响口感 三高人群适量地吃莲子 或者是用莲子煮水喝 能够辅助降低血压 可以辅助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 辅助降低血压 此外莲子 还含有较多的钾 试入体内 可以促进 钠离子排出体外 从而起到 辅助降低血压的作用 还能够清热 解毒 因为三高人群 适量地吃一些莲子的话 能够起到 清热解毒的作用 可以促进体内的毒素 排出体外 改善身体上火的情况 莲子还含有较多的 上食纤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 有助于体内的毒素排出 能起到辅助清热解毒的作用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 南瓜 莲子和燕麦 倒入砂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 慢煮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30分钟后食材都煮得比较软烂了 我们再把香菜倒进来 搅拌搅拌加入几颗枸杞 搅拌均匀就可以装碗开吃了 这道粥加入了南瓜 吃起来是香香甜甜的 所以不需要调味 用香菜 南瓜 燕麦 莲子 搭配在一起煮 有非常高的食用价值和保健价值 经常这样吃 能够降低我们的血脂和血压 还有血糖 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和枸杞 对眼睛都有非常多的好处和保健作用 经常用眼过度的朋友 也可以多煮来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